问太阳能那边,怎样?30000,有得不得呢? 30000,是发了营起的 预告全年度,它是全年度业绩 多赚1.9倍 这款近期也挺强的 会不会都好像你所说,已经反映了呢? 业绩某个座上已经反映了 因为始终过去这两个月的升幅很夸张 但是你说论看法,即是之后 因为就已经说了禁风那些,为什么不建议? 都是提之后 比亚迪都是提之后,为什么可以选择? 都是预计打后的一件事 如果你说协议科技这类型 看之后我仍然觉得正面 因为其实记得过去都说 你见到近期一看光复股 上游股是特别厉害的 就是协议科技、新特等 是比起可能上升光能的那些强很多 最主要就是上游价龟价升得厉害 当然了,有升也有跌的 但是秦菲科技能够选择 因为他近年 其实就不只是主打造多症龟 这个类型 反而是有若迪奥鸡一些新的产品 而这产品也正正是带动 一个阶矩值是多 scent疫�� 也是如此强增速的原因之一 甚至乎這樣的效率 是高费低过 été多症龟 十几倍,十五、六倍左右 其实不算是一种很贵的 因为你以新能源股份来说 十几倍真的不是高的 而它亦都交到增速 所以我觉得在理论发觉中长线来说 要破4元以上的机率是大的 但我想现在来说 可能在大概20天线至到4元左右 做着上落 要真的等它突破企 找4元以上的机率 才多走一阵上去 这次是 这次是 有个小铃铃铭的 这次是 那是 或许多 即是